所謂借錢當然要還 米比錢中介 但有犯罪集團就看準財困人士等錢花這點 主動向他們推銷非法貸款 甚至收取高達152厘利息 其後這些犯罪集團 就會向一些傀儡戶口供應商買入一些傀儡戶口 利用傀儡戶口將一些非法高利貸的貸款 傳入一些借款人的戶口 同時也會利用這些傀儡戶口 收取年息高達152厘利的貸款 警方初步估算 犯罪集團利用個人戶口和傀儡戶口 處理超過3400萬的犯罪得益 而集團每個月可以借出200-300萬的貸款 在星期二起的一連三日 警方倒破一間高利貸集團電話中心 傀儡戶口供應商用來儲存銀行文件 和銀行卡的一個居屋單位 以及兩間位於元朗的非法麻雀賭檔 在行動中警方拘捕了94人 年齡介乎17至69歲 包括一個集團主腦 兩名傀儡戶口供應商和71個賭客等 其中12人有黑社會背景 他們涉疑無牌放債 以過高利率放債和洗黑錢等罪 各人已經獲准保釋口侧 謝謝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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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大家